在昨天下午的网络直播中 记者购买了四杯酱香拿铁 当场喝了三杯 用吹气式酒精检测仪进行测试 酒精含量数据都是零 按照品牌方的回应 驾驶员 孕妇和酒精过敏的朋友们 不建议饮用 而在医生看来 还有两类人不适合 这种酒精加咖啡的搭配 胃不好的人 尤其胃上分泌比较多的人 也有的人有食道反流的人 因为现在食道反流的人 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肯定要注意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有一些睡眠不是很好的 那也要注意尽量少喝 对于可以喝酱香拿铁的观众朋友 张医生建议大家要注意几点 第一是喝完这种含有白酒的咖啡之后 在一定时限内 不要吃头包类药物 加了酒以后 那么我们有一些药物 可能要注意了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头包类的 因为如果是头包类的服用了以后 三天之内再服用酒的话 那么我们会怕有一些雷淡灵样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酒 本来要分成乙山的对人民有危害 如果加了酒以后 很多头包会让酒精变成乙千 乙千对人就会有反应 所以也有的人会突然出现羞克 投影恶心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 咖啡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您对酒精的感受 因为咖啡它的口感是比较苦的 那相对来说 对味觉会有一定的刺激和影响的 这个肯定会有 同样你和橙的酒 跟喝咖啡的酒 好像我们也有一些酒 它说是后发效应 那也就是它的一个口感 比如说比较甜的 它相对来说 对酒的那种感受就会差了 我相信咖啡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张医生想提醒大家的最后一点是 无论是咖啡酒 还是加了酒的咖啡 都要适量饮用 有的喝咖啡会成乙 每天喝了咖啡以后 才有精神 不喝咖啡就没有精神 那么如果经常加酒的话 又会引起个酒成乙 两个都是因为对味有一定的刺激 少量的能够开胃 多量的会刺激胃 甚至会伤一伤微粘膜 所以说量一定要控制好 从我们睡眠这个角度来说 下午三点钟以后不走张喝咖啡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